大家好,我是小杨 今天咱们提一个人,他叫任泽平 恒大首期经济学家 已经被禁言了 他说央行多印两万亿 用十年的时间多生五千万孩子 他的文章网上自己去看 毕竟微博已经被禁言了 我那也就不念他的文章了 其他的网站或许能找到 我说说任泽平这个货吧 他是16年离开国泰军安之后 一直就走了下不路了 估计是忧心自己的前途 着急了,开始胡说八道 求关注了 任泽平的本科是青岛大学 我这里没有什么别损青岛大学的意思 但是和其他那些个人大博士的牌子相比 金融圈本来就是学历严重过程 宏观首席作为卷昌研究所的门面 更是听一色 本科要么青北 对这样的博士大佬 任泽平是怎么把自己炒成 抢手过的呢 主要是入行比较早 他2007年就入行了 那时候各行各业机会都还很多 最早去的是国信当研究员 干了两年 也是个聪明人 马上上道了 上的什么道呢 西游记的道 有背景的妖怪才能蹦的 于是转头去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在这个顶级国家智库 担任科员 国发院是否得到了真经 大概率是没有的 毕竟了解体制内的人都知道 主任也就是一个挂了名而已 工作上大概率互相没有交流 你真有本事的话 实货的人多了去了 早就把他肚子里的东西变现了 还需要天天靠出格的言论当网红吗 恰这个流量的饭呢 这个饭也不那么好吃的 有人说恒大被忽悠瘸了 不对 是恒大本来就需要这样的高人 这样的高人忽悠上乘建筑和底层老百姓 这样才能为当下的楼市解套 否则以后的楼价会持续下降 任泽平这样的地产经济学家 为少数行业服务 这是赚钱的手段 随着现代化中国人口会达到一个合理水平 也就是说中国人口问题是现代化的必然代价 任泽平作为经济学家 他看什么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他认为七五到八五是吃到 歹格红利的一拨人 这拨人才有生孩子的经济基础 九零零零后这帮人 他们多数不是富二代 也不可能从普通人那里得到帮助 这些人生存处境艰难 连结婚都是问题 更何况生子 经济放缓 越往后贫富分化越严重 不婚不育的人群越多 而且难以逆转 任何脑子正常的成年人都应该懂 生育率降低是一个综合问题 类似解多元方程式 如果仅是按住某一个变量求解 大概率是要按一下葫芦起了飘 那么什么事情顾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了 这种问题如果事先没有准备充分的话 是无法得到圆满解决的 人口问题既然是一个牵扯全局的社会问题 就不能只动经济学的视角去看 每年多一两万亿的鼓励生孩子 略懂常识的人都会觉得不靠谱 任何事情或国策都不能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要有长期的战略部署才能良性学管 给有生育需求的人发钱补贴 本质就是向不生育的人收税 这种方式在欧美是比较流行的 比如德国法国包括俄罗斯 德国给予生孩子家庭补贴生活费 是非常高昂的 那么他的后遗症就是很多家庭不上班了 就在家生孩子 尤其是从战乱或贫穷国家的移民 他们生的越来越多 他们的生活费越多 这就成了他们赚钱的方式 现在欧洲国家产生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中产阶级得不到 应有的补助 他们的生育率严重下滑 加上外来的中东人口的越来越多 法德人口比例越来越绿化 这样不利于他们国家的发展了 毕竟他们这些国家高智商人群居多 现在被绿化的人群拉低了整体水平 中国要是像欧美这样干的话 最有可能生三胎的群体就是两头 要么更富要么更穷 比如农村育龄群体 商业最主要因素在生活成本 比如商业成本 住房成本 而且因为务农种地 丰收的原因 他们需要适龄的孩子下地干活 所以农村需要的孩子迫切度更大 国家对其投入不存在低商业率陷阱的问题 所以用生育补贴的形式 刺激农村效果更明显 而且成本也不会很高 对于城市里的中间群体 提高生育率的问题会复杂很多 资金时间观念等多种因素交织 不具备共性 因此催生的措施和效果比较复杂 富人就不必生了 给不给钱也会多生 但是这样其实并不好 我们中国逐渐进入中产阶级 占多数的国家 中产阶级是未来的骨干 希望 他们不生育的话 那么未来就只剩下贫富两头了 这样的金字塔结构是非常不稳定的 一旦遇到大的社会运动 很容易动荡 所以说发钱的投入产出比 只对第一类人有用 把钱投到相对贫困的地区 成本低产出大 可以刺激更大的商与动荡 而把这些钱放在北上广的一线城市 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最多算是小白领半年的工资 和生孩子的成本完全不成比例 发钱多了 国家也受不了 总之 我们要考虑问题 一定要充分认识地域差异性 及文化多样性 千万不能拍脑袋下忽悠 物质财富不增长 直接印钱 结果就是催生通胀 稀释人民币购买力 推高资产价值 结果就是贫富更加两极化 普通人更伤不起 更不愿意伤了 而且容易被外国资本控制 东南亚的经济危机 不可谓不惨 如果发钱也不能刺激商与 是不是就没有其他办法了 我觉得还是有 你像之前有一个马杜公提出的社会化抚养 这和我们过去的养儿防老正相反 国家建立完善的养老制度 把公民养老后的责任直接背到了自己身上 正是完全的养老体系降低了民众对孩子的需求 社会发展只是推动了这个进程而已 顺着这个思路 如果国家取消所有的养老制度 把养老推向社会 推向私人资本 老了之后招不保息 大家就会生孩子了 最起码要生一个 当然上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现在年轻人都必须要接受一个残酷的限制 无论结婚与否 有没有孩子将来大概率都会进养老院 这个时候孩子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很多了 毕竟国家是养老的最大靠山 很多老年人的退休金还是不错的 当然不排除也有贱人下菜碟了 没有子女的老人会被欺负 老人总有身体不便的时候 甚至有的老人被骗光了钱的 但是这可以通过国家的监督来解决 不是不能够解决和完善的 老一辈人也有很多方便的社会制度 当年上班时候把孩子放到单位的托儿所 下班就接回去 也不用交学费 其实这就是社会化抚养的早期版本 只是这个标准目前已经不适用了 未来我们要建立完善的社会化 抚养体系 让全民的孩子都有照顾的渠道和方式 未来啥时候 老百姓买房 不需要终身背负贷款了 每人一瓶XO 大家都喝得起了 那时候才是生儿育女的太平盛市 或者说吧 实现共同富裕 是提高生育率的最优解 但现实需要未雨绸缪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